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中国甘肃附近不是发生了大地震吗? 结果小粉红不只在网路上一银要震日本之外 连自家的同胞小粉红都不放过啊 带大家来看一些留言 有一个身材真好 夜店摇这么厉害,你怕啥? 意思就是你们去夜店都摇得很厉害 这点地震你们怕什么呢?对吧? 为什么女生都有穿睡衣呢? 为什么女生没有光的男生宿舍那边好几个光的啊? 42个点赞啊 这么多女的,我咋没有一个呢? 我想随机抱走一个大学生 这样可以随便抱,随便亲都可以,都穿睡衣了,插品 妹子们睡觉都不脱衣服嘛 这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面对天灾还要打嘴炮 你知道这个言论如果搬到 真的已经算这个性骚扰 如果你是针对特定的人讲这种话 你已经是性骚扰啦 还说这个要掳走一个大学生 这不是中国各地很多农村在发生的事情吗? 不然徐州铁链女那个是怎样? 而他不是个案耶 你以为你们是打他嘴炮吗? 你们有那个机会如果全村的人都这样做 你们肯定会这样做 对吧? 人家在救灾啊,人家在受难啊 你们在那边罗汉脚 真的非常可悲 你们有多缺啊? 难怪我这个粉红啊,大部分都在讨欺负 还记得去年乌克兰小粉红也是这样嘴炮吗? OK,退一万步来说 算了,起码是远在天边的乌克兰对吧? 虽远必诛啦 但是你面对这家同胞 同国同体制同个党中央领导的同胞 你都可以如此轻蔑的开玩笑 你还想让台湾人跟你当一家人 你是吃人说梦吧? 你不要当一家人那我就无同你啊 干嘛,原始人抢亲啊 讲不瘾就打,绑回去当铁链女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有粉红来说什么 地震是美国搞的 我们来看这个奇葩的留言 甘肃地震我一直很好奇 咱们祖国比较容易地震的地方 特别是四川跟成都 实话实说 四川经济发达水平堪比 美国、克罗拉多州还有台湾 会不会美国为了不让台湾回归祖国 才演发地震 所以地震会不会是万恶的美国 从中作梗而来的 好像每年这些地方都频频传出地震 有懂的家人们可以帮忙解惑一下吗 因为美国坏到令人发指 所以不得不怀疑 我的天哪 美国有这个能力就直接震你们中南海 给你选四川震 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板块运动 有个地方叫做环太平洋 有个地方叫做地震带 地理去学一下好不好 这是很基础的地理知识 而且四川经济水平跟美国 还有台湾一样 你在搞笑吗 我们先来说台湾了 我们来看台湾人均将近3万3 中国人均近1万3 四川省人均人民币6万7千左右 换算成美金就是9500多连1万都不到 你们连全中国的基准人均近1万3都不到 你在说什么笑话呢 四川平均年收入是8万1420人民币 换算成月薪就是6780元 而这些是996跟加班换来的 跟我们平均8个小时来说真的是差太多了 而且你们大部分是单凶 那四川最低月薪啊 从小县城到省会 我们可以看到 从1870块人民币到2100块人民币 时薪从20到22人民币不等 而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的可以公开的贴出海报 给出比这个还低的 不然广东为什么敢给13、15、17块打螺丝的 而我们台湾最低时薪是近40块人民币 最低起跳是26400块月薪 当然你用这个薪水在双北 你绝对找不到人 而且台湾现在要面临缺供 你根本就也不敢给这样的薪水 小粉红你们去理解一下 什么叫缺供跟你们的事业性质区别在哪里 你没有基本真的是3万5、3万6年 你根本找不到人啊 这个换算就是将近8000上下人民币 你看中国一些人啊 他们自己也是拍片 说我身边的人月薪就是4、5千对吧 我常常看那个你们抖音上说什么月入过万 过万过万过万 他说那都是真的是少之又少 现在内卷又这么严重 失业率那么严重 经济下行我真的觉得蛮搞笑的 对啊当然有小粉红会说 没有啊我月入9000 我月入1万我月入2万 对所以你代表全中国人 曹新城的收入也代表全台湾人是吗 什么叫做大部分听不懂是不是 我们来看这张图表 四川2022年税收是负3,077亿人民币 还靠其他洋海城市救济 台湾是加3兆2191亿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7293亿近赚 所以我们这次政府有发钱对不对 因为超出预期了 如果你把台湾也算成中共管理的领土 那我们排名是第二 只输你人口1亿2千万的广东省 对吧而且你论人口下去 台湾还是赢广东的 因为我们只有2350万人的税收 而广东有1亿2千万人口 而我们却只差了仅仅10亿左右而已 我们只差两位数 所以你连台湾都比不过 你就真的不要跟我说美国啦 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粉红说的 堪比美国的科罗拉多州 人均是多少 51940块 堪比欧洲的瑞典 原来四川已经跟瑞典一样了 你说这种话都不会得内伤嘛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各州 你连最底的密西西比州都赢不了 台湾也是落在这个水准而已啊 跟意大利差不多 原来不知不觉 你也把台湾拉升到全美的第11名 太牛逼了 估计北京都直接赢过这个第一名的 华盛顿什么哥伦比亚特区 17万美金的20几倍有余啊 一定得20几倍啊 我们看这张图就知道了 克罗拉多州啊 它最低的月薪跟平均薪水 还有这个时薪洛在哪里 对吧 你好意思说耶 你拿密西西比州都赢不过 你还拿这个第11名的来说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表 中共开始严禁各种什么志愿者啊 跟这个救助车啊 这个物资车进入灾区对吧 还记得暑假期间的桌州霸州嘛 还有东北一些地方啊 很多地方也是如此耶 搞到很多人都不想从事这个志愿队伍了 当然啦 当地人民的这个素质 也是让这个救援队伍 的人非常的心寒 我来救你 那什么态度 你还抢 那其中最大的关键就是 中共不许过多没有经过 他们之手的物资或是资金 直接留给当地百姓 所以他表面上说好听是避免这个乱啊 避免这个过多的危险啊 但事实上别有用心 我们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些灾民强物质的画面哈 别抢别抢别抢 给小孩 到人不给哦 给小孩 小孩也别抢 说句实在话啊 今年做做霸州我们也看多了 当年日本311海啸比这个产业很多对吧 当我们现场看到的画面 或是在这个翻拍的画面看到的是什么 大家井然有序的排队领物质 即便自己是非常严重的收拾灾乎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天差地别的画面呢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影片里面的人跟大清大明的灾民一样 用抢 你就知道自古以来这边土地上的人 都饱受了什么样的观念 跟什么样的环境 即便是现在物资方面都跟上西方时代了对吧 已经比较不愁吃穿啦 但这种什么穷困啊 内卷啊 害怕 不安全感 不知道明天我这些财产会不会都没了 这种的感觉 已经刻入他们基因之中了 大家怕会不会随时又来个什么政治运动 什么什么鬼的 即便你今天是有钱的 你也一样会害怕会担心嘛 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富豪 去新加坡了 去什么欧洲 所以身为政府的中共啊 没有致力在改变这种风气跟环境 更多的是心理层面要去改变 你没有 而这也是你乐见 你希望 越乱对你越好 维稳 你越好去控管他们 你越有理由 你越有理由集权 会不会哪天又因为什么事情搞封锁啊 搞封控啊 没有你想不到啊 他想做就做 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接着我们还可以看到啊 昨天啊 有学生破门破窗的画面啊 因为全部都给锁死了啊 真的很庆幸这个学校没有受到严重的灾害 不然大门锁住 你看怎么办啊 哪有时间给你破门还想办法 比如说一分钟之内会垮 对不对 学生冲到那个门口可能就花个30秒了对吧 他发现门挡住还要思考花时间看要怎么破啊 拿工具 没有时间反应啊 人又挤在那边 真的是很夸张耶 对不对 如果真的发生憾事了 到时候救难队发现大部分的人都堆在大门口出不来 又要开始压新闻了 又开始不让自媒体 又开始不让这个记者说实话了对吧 虽然没有造成憾事很庆幸 但这种事情只要发生在台湾 我跟你讲啊 当地的这个校长学校啊 那些社监管理 他们逃不了责任之外 然后还有去检查他们的消防通道 还有这个消防安全的那些单位也脱不了关系 然后再来当地的县长或是市长也会脱不了关系 教育厅的教育局的脱不了关系 记者每天都在骂都在追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 那当然发生事情了一定更惨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至今中共跟各大新闻媒体 没有在讨论这件事也没有在究责耶 所以经历了这几年的折磨 特色管理 很多地方还是没学到教训 没有改进 继续沿用可能发生憾事 发生新疆大火的方式 在管理中国人 非常的遗憾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至于订阅我不希望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下次见啦 拜